最后一个部分是carpometacarpal joint 这里我们是针对拇指 就是第一个cmc joint的位置 那这cmc joint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saddle shape的一个关节 它可以让我们的拇指 做出不同方向的动作 也提供了稳定性 那它的关节 当然就是由我们的第一根的metacarpal bone 还有我们的脚骨 的顽骨trapezium bone来所组成 那会导致这个位置的疼痛感 大部分都还是来自于退化的一个问题 还有joint instability 来这个让我们的第一个cmc joint 这个有这个相关的症状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拇指 在因为有这个cmc joint 它会做出什么样的动作 所以它会有四个方向 flexion,extension,abduction,adduction 那对长的apposition呢 就是由flexion还有abduction 来去做 就是来去做这个方向 来产生这个对长的动作 那reposition则是extension 还有adduction 那patient selection的部分呢 病人他会说 他在第一个这个cmc joint的位置 可能在做一些抓握或是pinching的动作的时候 会有疼痛的这个感觉产生 然后拇指啊 它的活动度或是它的力量 也会可能会有减退的状况 那在活动这个cmc 第一个cmc joint的时候 可能会有这个crepetus的这个声响被观察到 那如果看plane film的话 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第一个cmc joint会有像osophy 骨刺啊或是关节的空间 这个狭窄的一些退化性的变化 那在archosan底下 也可以看到 除了刚刚提到的一些 这个退化征兆之外 可能也会看到 zynovial thickening 或是drone effusion的情形 那这个 如果 它的疼痛 还有无力 已经严重影响到 它手部功能 那我们就会建议在这边做注射 还有哪些provocative的PE可以做呢 那第一个是叫green test 也就是左图这边 我们 这个一手 当然是稳定它的wrist 然后另外一手呢 去沿着它的这个 重影的方向去给一个axial load 然后同时去针对这个关节来做rotation 来看看这样会不会诱发出 它平常的疼痛或是不舒服 第二个叫lever test 这个lever test 就是我们抓好我们的metacopal bone的base 那朝着ANA跟radial side的这个方向 然后来去 来去做一个 也算是对关节施压的状况 来去评估 这个关节的稳定度 还有功能好不好 那如果这个变成真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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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舒服 那这个时候我们注射就可以去对于我们的疼痛 还有功能来去做一个处理 那ultrasound scan的部分呢 探头跟前面都一样 我们是high frequency linear array transducer 然后是建议用hockey stick的这个probe 那position的话便是踩坐姿 然后他的手指 他的大拇指 他是要朝上 然后手摆在一个neutral position 那扫描的部分呢 这个longitudinal 那我们这一本书是从比较dorsal side来去做扫描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等于说 你做long axis view 那放在我们CMC 第一个CMC joint的上方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在更 在比较近端的就是我们的顽骨trapezium 比较远端的就是我们第一根的metacopal bone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我们第一个CMC joint上 其实就是我们extensor Compartment 1的APO 还有EPB的tendent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穿播底下来评估 这个病人他的这个first metacopal bone 他的joint space是不是有狭窄的情况 或是有没有一些effusion的情形 好那就跟刚刚提到一样 还可以再看一些有没有骨刺的产生 那如果我们要做注射的时候 我们要小心去打开color 确认血管就像radio artery 是不是会被我们的在注射过程中被伤害到 那procedure的话我们选择25号1.5寸针头 那药物的部分1cc 0.25%的不pivacline 还有0.5cc的depomero 打针这本书推荐的是autoplane的方式 那一样是用low access的这个扫描的摆位 那autoplane我们就把关节第一个CMC joint放在中间 然后垂直的入针 那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tip 像这个书上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hyperechoid 这个一点就是我们的tip 那确认tip位置之后我们就开始推药了 那来看clinical pearl 那如果我们是在做注射的时候 希望它的关节 就是关 它的关节的空间是比较大的话 我们可以请病人在sum做一个flexion的动作 然后来把这个joint space 把它打得比较开 那我们一定要避免去直接打到我们的tendon 那literature review的部分 如果我们是打这个intraarticular的cortical steroid 那我们在缓解这个CMC joint pathology的 这个短期的疼痛的缓解还有症状 其实是相当有效的 那如果我们在注射之后 那也一样帮病人做个thumb spike coupling 其实是也可以有更有效的去改善病人 他疼痛的症状 那在这个比较严重的OA 或是joint space narrowing 或是其他关节的一些异常 那我们超音波注射是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要把结构看得很清楚 确认我们注射的位置是精准的 那这个我们的在CMC joint来去做肋固醇 超音波导印的注射呢 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去预测 他未来是不是需要手术 因为如果这个我们在这个做完注射后的一个礼拜 如果疼痛还是持续的话呢 那他在一年内去接受手术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 所以也是一个对于我们未来去做进一步的医疗处置 是一个相当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那如果我们用超音波导印的玻尿酸注射啊 那其实是可以在这个病人活动 还有休息的时候去减缓他的疼痛 也可以减少他使用一些这个NC药物的 这个药物的剂量 那以上就是这一次为各位报告 第21章的这个内容 谢谢